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沙巴人民联盟以38席赢得选举 拨达275名候选人失去安柜金 投票率达到66.6% 卫生总监宣布 今天起直到10月10号 所有从沙巴返回西马的人 必须接受检测和强制居家隔离 直到报告出炉 沙巴州选举成绩出炉后 谁将会是新的沙巴首长人选 成为焦点 虽然国盟土团党沙巴主席 达德斯里哈基基 今天凌晨两点表示 将会在今早前往周园首府宣誓就职之前 宣布沙巴首长人选 不过今早迟迟都没有宣布 根据消息 今天周园首府将不会举行 首长宣誓就职仪式 下来连线驻守沙巴的本台记者 拉斯达了解情况 拉斯达 谢谢主播 我现在是在沙巴州元首府门外 那许多媒体已经在今天一大清早 驻守在这个元首府大门外 但截至目前并没有看到 重点人物的轿车 进出州元首府 就好像大家所说的首长人选 沙巴国阵主席的德西勃募大 和国盟土团党沙巴主席的德西勃吉吉 那刚才我也接获来自州元首府的消息说 目前沙巴州元首并没有接获首长人选名单 因此会展延首长宣誓就职仪式 而在今天可能都不会有首长宣誓就职仪式 预料这个仪式将会在明天进行 那明天沙巴州真的会有首长了吗 那我们明天一起来期待吧 尽管如此 现在可以看到许多警员 已经在州元首府门外驻守 准备应对任何的可能性 那巫统主席的德西勃募大早前表示 希望沙巴国阵主席的德西勃募大 有机会领导沙巴州政府 他也表示首长人选是必须来自巫统 而沙巴国盟土团党在选举成绩出来之后 针对首长人选是展开了三个小时的闭门会议 不过截至目前都还没有宣布任何的结果 土著团体长主席丹西募一定曾透露 有意推举土著团体党的沙巴州主席 海基基为首长的人选 那目前各政党都有自己的属意 首长人选 而各政党在这个阵营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到底要选谁做首长的人选呢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预料今天国盟将会在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针对这个决定做出宣布 那以上是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主播 谢谢拉斯达 是的沙巴州变天 选委会凌晨十二点半宣布 沙巴人民联盟最终以三十八席 简单多数胜出 而参选的四百四十七人当中 多达两百七十五人失去按贵金 在沙巴七十三个州议席 明星党家的阵营赢得三十二席 沙巴人民联盟赢得三十八席 独立人士赢得三席 而这一届沙巴州选举的投票率 在疫情下进行只有百分之六十六点六 比预期来的更低 不过选委会还是对此感到满意 在沙巴人民联盟最终的 在沙巴人民联盟中 我们赢得十七席 国阵赢得十四席 沙团结党赢得七席 首相丹斯利·穆埃定对此保证 州政府一定会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 他向沙巴人民承诺 他希望所有胜选的候选人 都能够承担人民给予的委托 土团党沙巴主席德多哈西西 以37099张多数票击败其他两名对手 成功在苏兰曼州选区中守土 沙巴国阵兼巫统主席德多斯利·巴摩大 执意661张多数票击败四名对手 当选拉玛州议席的州议员 马华出战的四个州议席 都在这次的选举中落败 有两个候选人更是因此失去了安柜金 马华总会长德多斯利·魏加祥说 马华在这一次的沙巴州选举的成绩 不理想 做得不足 该党也会深刻检讨 加倍努力 泛民兴党阵营赢得32席 沙巴民兴党主席德多斯利·沙菲奕强调 民兴党赢得23席 目前还是掌握最多议席的政党 他也提到国内的政局 目前一直存在不稳定的阶段 而在泛民兴党阵营中 沙菲奕以4631张多数票击败另外四名对手 在史纳浪州议席中胜出 在本届沙巴州选举 明星党加阵营中的民同党 险些吃领蛋 在竞选的议席中只拿下一个州议席 然而 随着第16届沙巴州选举的成绩出炉 爱沙党在本届沙巴州选举 竞选所有73个州议席 成为唯一一个竞选所有议席的本土政党 而且也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联盟的独立政党 但还是宣告全军覆没 就连爱沙党主席达多斯利安妮法也败选 昨晚 沙巴人民联盟在沙巴州选举 以38席简单多数胜出 接下来 谁将会是新一任沙巴首长 估计这会是人们今天的任门话题 在昨晚的沙巴州选举 沙巴人民联盟也多数议席取胜 土团党沙巴主席达多斯利哈西西 被问及有关沙巴首长人选的课题时说到 首长人选将会在宣誓以事前公布 哈西西也是在选举结果揭闪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随着沙巴人民联盟在沙巴州选举胜出 首相丹斯利安妮法也承诺 由他所领导的中央政府 将会全力支持新的沙巴新政府 沙巴新政府还强调 他在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将会在近期内兑现 穆依定指出他对所有 给予沙巴人民联盟的支持感到开心 并相信在新政府的带领下 沙巴能够成为一个辉煌的州属 也可以在未来成为更繁荣的州属 穆依定是在今天凌晨得知沙巴人民联盟 成功夺下沙巴州政权后 在私底召开记者会 此外他也说这次的胜利显示沙巴人 对于沙巴人民联盟内的国盟 国阵以及沙巴团结党有信心 他也恭贺所有胜选的候选人 同时也感谢沙巴州选民 投选了沙巴人民联盟的候选人 并感谢所有协助候选人竞选的工作人员和义工 马华总会长达多斯利魏家祥 祝贺沙巴人民联盟 赢得第十六届沙巴州选举 获得沙巴人民的委托组织新政府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昨晚在脸书贴文恭喜沙巴人民联盟胜选 同时也祝贺所有在选举中胜选的候选人 同时魏家祥也不忘感谢马华竞选团队 和所有为沙巴州选举辛勤付出的人 对于马华在这次的州选举中全军覆募 魏家祥强调 马华将会自我检讨并继续努力 中国一家数据信息公司的资料外泄 里面存有1400名大马人的个人资料 通讯部将全力协助警方进行调查 详情稍后继续 沙巴州选举刚刚落幕 不少人将陆续从沙巴返回西马半岛 不过由于沙巴州的疫情不断恶化 为了防止疫情进行不蔓延 卫生总监丹斯利诺医上宣布 从今天起直到10月10号 在这两个星期内 所有从沙巴回来西马的人 都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和居家隔离 直到检测报告出炉为止 罗医上表示 沙巴州的确诊病例和感染群持续增加 目前已经有4个地区被列为红色疫区 此外 昨天西马半岛也有11起新增病例的患者 曾经到过沙巴 卫生部在评估了传染风险后 决定落实有关措施 他也说 从沙巴抵达和入境的人 必须下载麦斯加德拉应用程式 并在抵达入境处的时候进行登记 同时 海关人员也会为他们进行 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筛查以及冠病检测 他补充 有关人士也会在入境处接获居家隔离信 以及佩戴隔离手环 隔离日期总抵达入境处当天开始 直到检测报告出炉为止 如果报告成阴性 则获准结束隔离 如果有关人士需要承搭公共交通工具回家 当局也会在当天发出准许信 此外 如果从沙巴回来的14天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 必须再一次进行冠病检测 中国一家名为振华的数据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资料外泄 导致1400名大马人的个人资料外泄 通讯集图媒体部长达德塞夫定表示 通讯部将全力协助警方展开调查 中国公司振华被指在全球大量收集个人资料 最近该公司的个人资料外泄 而当中有1400个大马公民遭殃 塞夫定表示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以及大马网络安全机构 将合作协助房家警察调查这起案件 塞夫定是在彭亨州参与关丹东海岸地区 优管培训班以事实这么表示 全球的累计病例超过3300万起 死亡人数达到99万8千人 即将突破百万大湾 台湾的防疫表现受到肯定 虽然台湾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 但世卫组织证实 台湾将会加入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详情稍后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首相丹斯林姆肺定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导致全球陷入经济挑战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打败疫情 他也分享我国在对抗新冠肺炎的经验 并强调我国政府将会尽快让大马的经济回到正位 姆肺定指出 为了减轻疫情对我国的打击 政府实施多阶段行管令和复苏式行管令 同时针对高风险区实施强化行管令 不过他认为如果联合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就采取行动的话 全球的疫情可能不会这么严重 似乎,国政府华大会稳定较減 在影响的迹客带领党 到COVID-19 例如,在几个月的疫情初期的疫情 港联合国的预防领党 亚式不断地谈谈了 疫情 依然疫情 严肯定严重危险 ταμεία 1st july 2020 did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dopt a resolution to demand an immediate cessations of hostilities which would allow nations to refocus resources on combating 他也强调尽管我国的疫情受到控制 但是在获得疫苗或者药物之前 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 因此他呼吁联合国会员国 必须要放下各国之间的竞争 并团结一致共同争取疫苗的生产 在疫情严峻的打压下 世界各地以新常态寻找新的商机 比利十一家餐厅采用了社交距离的概念 将餐厅悬挂在五十米的高空上 新闻结束前一起看看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